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10日 星期三早上的第一節 今天已經到了年29 歐年近晚的日子 大家記得要保重身體 這一節有兩宗關於大陸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原來螞蟻集團上市遭到殺亭這件事 還是如波未了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爆料所說 有過千億元的外資 竟然被擲住了 現在只能夠望天打掛 一美得的等字 現在是拿不回來的 至於第二宗消息 根據《日經新聞》的報導所說 大陸去年全年新生嬰兒的數目 下降了15% 這個數字認真是誇張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華爾街日報》那篇爆料 這篇報導可以說是新鮮滾熱辣 剛剛才出爐 《華爾街日報》 拿到2018年的時候 那些外國投資者和螞蟻集團所達成的投資協議條款 裡面那些條款可以說是辣到不得了 比如說當時的螞蟻集團 沒有向外國投資者提供上市時間表 而那些外國投資者放了錢進去的時候 也不會有董事局的席位和投票權 一旦上市計劃不成功 螞蟻集團也沒有提供任何回報保證 並且還會限制那些投資者撤出投資 當然對於那些外國投資者來說 這些條款是相當於不利的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前輔後計地落搭 根據《華爾街日報》所說 整壇的投資協議 牽涉的外國資金 是超過140億美元 折銷大概是1080多億港幣 目前仍然是拆住了 到底是有哪些外資落搭呢 這篇報道列舉了 比如說有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投資了大約7.8億港幣 大約是1億美元 馬來西亞國庫控股 投資了6億5千萬港幣 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局 又投資了6億港幣 美國銀湖資本 華平投資 海雷集團 普遜集團 投資額 都是分別達到5億港幣以上 所以在這群投資者當中 很多都是相當文名 並不是一般阿謀 報道還提到 螞蟻集團 從全球投資者 在2018年6月 達成協議 籌到140億美元的資金 超過100億美元 是由一家離岸的空殼公司籌得 為什麼要用一家離岸公司籌集資金呢 因為螞蟻為了確保 他們在中國獲得經營許可 必須要在中國註冊 但是這樣做的時候會限制公司籌集資金的能力 所以就搞了這家空殼公司籌集資金 那些條款 剛才我們也提過 是相當辣的 華爾街日報就介紹了 一般初創企業 要做集資的時候 其實就會給投資者一個退股權 而且就會承諾 在某年某月之前 就要上市了 否則的話 那家的初創企業就要屬股份 並且支付承諾的回報 現在螞蟻和外國投資者之間的協議又是怎樣 他們純粹 就只是說到 公司上市之後 就會以15%的複息年利率 屬回那些沒有落實股份轉換的部分 但是由於他們沒有承諾到究竟什麼時候是上市 所以現在整筆錢就是被擲住了 而那些外國投資者 暫時 就是沒有辦法拿回 而報導有提到 說那些外國投資者 原本就打算 在這個螞蟻集團上市之後 將那些股份轉換成為香港的股票 賬面是可以賺取超過八成的利潤 這件事就正好反映出 有部分的外國投資者 似乎 就是有便宜 不用洗頸 無論那些投資的條款 對於他們有多麼不利 是多麼辣 只要那個預期的投資回報率是夠高 現在所說就是超過八成利潤 所以他們面對著一個很辣的條款都會答應 總之那個賠彩金額是夠高 他們就會下注 所以這些外國投資者 純粹就是看錢分上 是認錢不認人的 也解釋得到 為什麼有部分KOL所說的事情 沒有發生 有些KOL整天在吹 說香港實施了國安法以後 外資企業 外國資金就會全部走 這些人完全低估了外國投資者的忍耐力 或者坦白一點 有些人純粹就是講一些大家對的說話來去取悅大家 吸引你去聽 現在這個香港投資環境 只要是確保得到 那些外國投資者 當他贏了錢之後可以拿錢走 我就看不到為什麼他們會完全不參與香港的投資市場 當然你說 在近這半年以來的確 是多了一些外資企業 關閉他們駐香港的辦事處辦公室 這個其實有很多因素 第一 疫情的因素 導致有部分人 所謂在家工作 就不需要再搞一個寫字樓 第二就是省下租金 折省成本 而最重要的就是 當這些外資企業 他們關閉了駐香港的辦公室以後 是不是代表從此 就不再涉足香港的投資市場 是不是以後都不再購買香港的任何投資產品 如果是他真的是撤資 如果不是 比如一抽新股的時候 又有一大塊熱錢湧入香港 又或者他繼續買其他投資產品 那就撤條毛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開 什麼為主觀願望 什麼為客觀事實 就不要把兩者運為一談 然後就把主觀願望當成客觀事實 以為是發生了 其實就沒有發生的 老實說現在過去這半年以來 的確有很多外國一些大的品牌 尤其是那些零售的品牌 他們就撤出了香港 關了店鋪 這個是跟疫情有關 因為一些旅客少了 生意少了 頂不起租金 第二就是有部分 外國的金融機構 真的關閉了香港的辦事處 但是這個就不代表 說那些外資金融機構 會從此消失於香港的投資市場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所有事情 尤其是你看到原來有這麼多文名的外國投資者 看到可以跟螞蟻集團合作 馬上就反應 完全就是 處於一個不利的環境當中 他也是肯真金白銀拿錢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 他們的忍耐程度是很高的 當然這一局他們就叫做 雅子吃黃年 自己接受一個這麼辣的條款 但是現在曝光了就一劑而已 至於其他的投資項目 到底那個投資條款 是不是好像這一份那麼辣 還是更加辣的也有 就沒有人知道 因為可能很多都順頭順路 順風順水 沒有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沒有人來追究 沒有人報導 純粹就是這一單因為 上市被殺停了 所以才有這麼多餘波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關於大陸的新生嬰兒 出生大跌了一成半 根據《日經新聞》的報導所說 有部分比較富裕的大城市 出生人數還減少了超過30% 而預期未來十年中國的整體人口 可能會出現零增長 他們舉了一個例子 比如說廣州市 在2020年新生嬰兒的數量 跌到近十年以來的新低 全年只有19萬5千名的嬰兒出生 比起19年的時候下跌了一成七 比起17年的時候更加跌了三成三 這些數字跌幅就是很誇張的 當然 人口下跌其實就是跟社會富裕程度一定有關 好話不好聽 以前一窮二白的時候 那些人就照生可也 不會考慮那麼多 因為大家都是這麼窮 生了出來就天生天養 尤其是在農村的環境 醫療水平比較低 分分鐘 發一次燒 那個小蚊子就死了 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父母根本上 生了出來都不是每個小蚊子都可以養得大 這個就是以前農村 那種惡劣的環境 所以就照生 有幾個就生幾個 沒所謂的 生了出來又可以耕田 又多點勞動力 現在當然不是這樣說 生了出來又要養 又要供書教學 要考慮的因素就多很多 所以就算大陸說放寬 給人多生一個也好 在城市裏面 那個出生人數都是下跌的 反而農村就是一個穩定增長的狀態 因為沒所謂的 反正他也是窮的 生多一兩件都不爭在 所以就會出現了一個城鄉落差 其實不單止是大陸 全世界的 西方社會都是這樣 香港都是這樣 但是有一件事又要說回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在上個月就提到 說香港那個 死亡數字就多過出生數字 他就說是跟2019年下半年 香港社會不穩導致 拜託你不要說謊 大陸原來都跌了一成半 大陸的下跌因素是什麼 別人說得很清楚 就是因為疫情的因素所影響 以及受到社會條件 富裕所影響 這些就是比較客觀的 都是日經的報導 不是大陸自己說的 但是這些就是客觀一點 就不是找東西賴 說2019年下半年 那個示威搞到 下出生路下降 這些就叫做沒有東西找東西來講 真是自圓其說都不行 當然我們說回大陸的情況 當那個出生數字跌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其實大陸 很快就會面臨著一個非常嚴峻的情況 就是人口急劇老化 人口急劇老化的時候 種種的社會問題 就會不斷浮現出來 尤其是當你的勞動力都不夠 日本就是這樣 所謂小子化的現象 如果中國也是這樣的時候 就很大劑 日本兩億人口都已經叫救命了 中國號稱13億人口 你可想而知 那個問題 會多麼嚴重 就是那個人口急劇老化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